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错 那就好 那如果让你给这一桌菜打个分 你打多少分啊 一百分 一百分 如果你下次记得把外卖盒子藏好 哎呀看破不说破 反正呢 你要是现在才嫌弃我不会做饭 就已经太晚了 你可以这么问 因为有我吗 好 昨天睡得好吗 昨天睡得很好 你有 那就好 知道吧 嗯 我要你问我 哎呀 老大回来了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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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我可想你了 你终于回来了 老大 没有你的日子可太难了 是吗 我怎么觉得 你摸一摸得挺开心的 你怎么能别拆过台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那 咱们开始 好 请 走吧 走 那就过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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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搜的店长陈墨 我有很多身份 我是 一个不太让人省心的弟弟 一个 不太让人省心的男朋友 一个不太让人省心的店长 一个 不太让人开心的兄弟 但最近大家痛 后来直播间看 我是因为我的另外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我的症状是 创后应激障碍 导致的间歇性性口发作 因为这个病呢 后来得过中度抑郁 有个自杀倾向 十三岁 我遇到了我的师父 他跟我一样 有着同样的争动 他带我入门的甜心 带我认识了一群像我这样的 他让我觉得 除了病人这个身份 可以拥有其他的身份 我们做了一个活动 我师父想教更多的病人 可以用自己的手去养活自己 可以跟这个社会 依然有一些联系 可以依然证明自己有价值 他就带了很多病人 去做了很多面包 然后拿出去卖 那今天我坐在这儿 跟大家说这些呢 其实是为了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 从今天开始 我们送 开始招纳 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 你们可以带心地来我这里学习 我们会为你提供工作机会 所有的直播间的观众 我也会想说一句 如果你依然愿意来我店 如果你依然愿意买我们的甜品 如果你依然愿意 点我们这些 半截的防风蜡烛 一个烧下去的机会 谢谢 韩总 店里有事让您回去处理一下 好 餐地里可真棒 我听说这个沈梦林 后面被他们的决断给开除了 这下事情都解决了 你也该放心了吧 是啊 这次的事等解决 你也算是大功成一个了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啊 一直爱我 如果要在这份爱上面加个期限的话 打着 我这手上到现在都还空空呢 不知道我死去的那一刻 不知道我死去的那一刻 毫无生计的土壤里 奋力生成